其實我覺得民進黨執政 完全執政八年以來的確換來了非常多人民的失望 這也是為什麼批評和反對的聲量是越來越高的 那我覺得作為一個執政黨 或者是應該說作為每個政黨 其實都應該虛心的來做檢討和回應 那尤其是作為一個完全執政的執政黨 更應該要傾聽人民的聲音 那我們也會看到 過去我們民進黨其實在推這個縣文的政策等等的情況之下 所以看到公部門並沒有以身作則 又或者是作為一個執政黨 並沒有以身作則 尤其是在冷氣房裡面吹冷氣 完全不願意走上街頭 傾聽人民的聲音 我覺得是萬萬不可的 那我還是希望 不論哪個政黨都應該要來渴受公平 來聽見人民的聲音 並且虛心檢討 最重要的是如何能夠進步 一起來推動台灣的社會價值 台灣的進步 我覺得這才是人民所期待的 那昨天萬人擊海道 不過蔡總統 說這個 昨天民進黨的存在會在原山大飯店 然後穿著棒球外套 然後跟媒體說 這個冷氣還不錯 會不會覺得是民主這個 運動性上最大的控制 民進黨政府 說一號 說一號 大熱天 穿外套 完全沒有傾聽在烈日底下 所有人民的聲音 而在原山大飯店 吹著冷氣說風洋話 我們希望做得不公不義 完全沒有辦法傾聽人民聲音的臨進黨下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們 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福 看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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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时代力量的党主席王婉玉 今天代表时代力量党团站在这边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来跟大家报告 时代力量在过去在司法争议 在居住争议上面做了些什么 也要告诉大家 在接下来的临时会以及下一个会期 我们要做些什么 过去七年来 我们从实价登陆2.0到平均地权条例 到囤防税 时代力量在居住争议上面 我们始终站在最前面 我们站在最前面倡议 我们站在最前面提出修法 也站在最前面被民进党的车衣网军 恶意的大量的攻击和抹黑 等到民怨沸腾要选举的时候 民进党才突然想起来 想起来非常不要脸的来跟大家说 我们也要改革 我也在乎居住正义 如果这不是欺骗选票 什么才是欺骗选票 在民进党的执政之下 我们看到居住正义 几乎等于是脏话等于是干话 也等于是笑话 选前告诉大家我要居住正义 选后告诉大家影响经济 如果这不是欺骗选民 什么才是欺骗选民 有这样的执政党 让大家非常的愤怒 但是有一个无能的最大在野党 更是令人悲哀 作为最大的在野党 国民党从来碰把居住正义 可以当成一怀事 侯友宜三个礼拜前 在台大的演说 说要支持屯房税 说要支持空母税 可是在昨天 他所提出来的五大的居住政见 屯房税和空母税 已经不见了 把这种居住正义 当成选举口号 连支持持有税都说不出来的政党 和候选人 和欺骗选民的民进党 有什么两样 为什么要人民支持 下个会期 时代力量只有两件事情要做 在居住生意上面 我们第一个是要通过全国统一的空母税 第二个是要租屋的实价登陆 让房东遵守租屋的规范 诚实申报的竹林专法 也要拜托大家 一起来睁大你的眼睛 好好的来监督每一个政党 看看他们到底是为了乘胜量而来 还是真心真意的要为了台湾 来推动改革 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让法案通过 好不好 另外我也要借这个机会 来谈谈区断征收和土地重化 你们还记得吗 在马英九执政的时期 强征民地搞到居民自杀的苗栗大土事件吗 你们还记得吗 因为贯人头 借入土地重化 在去年正式被起诉的郑鸿辉 还有日前被收押 借入土地重化所会的台南前议长郭兴良吗 他们都是借着区断征收土地重化 借着这种不公不义的做法 这种游戏来赚取金人的利润的黑金政客 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样的事情仍然继续在台北市发生 被禁建了数十年的社子岛 居民想要的是解除禁建都市改革 但是他们希望改善生活的环境 没想到却被台北市长柯文哲任内 采用全区产品的区断征收来解决社子岛的问题 在环平的过程当中 我们更看到柯市长通过犯话表示 一定要碾压过去 我想请问柯文哲 你是不是雍正王朝看太多了 自己以为是皇帝 我也要请教柯市长 甚至到外来的土地前科恨情 你不知道吗 民进党的大金主 何志伟 家族的薛林 在这边也已经埋好土地了 你不知道吗 你不知道这样子你说的 碾压过去 会害多少的居民流离失所 又让多少的财团 获得了满满的利益 我要告诉柯市长 学民不是你的太监 更不是你的稿 所以我要拜托大家 在居住争议的部分 我们不但要追求居住争议 更应该要追求土地争议 不苟不义的自办重化 我们不要 日夺土地的区断征收 我们也不要 我要请大家一起来盯着 社子岛案的发展 不要让台北市的社子岛 变成另外一个苗栗大浦案 好不好 好 接下来是司法改革的部分 过去新年来 时代力量早就已经推出了 吹哨泽保护法 不论是部法官说 又或者是部法馈赠 我们其实都已经推出了 这些打击司法权贵的修正法案 虽然这不是司法改革的全部 但是却是司法改革的基本 但是我们也看到 完全执政的民进党 就是这些权贵司法的最佳代言人 民进党一方面与政治势力 政商势力和黑金势力的权利 分享他们的权利 另外一方面 更是非常的消极的怠惰 来割制延误 这些打击司法权贵的各式法案 当年司法改革会议的决议 到现在一点动静都没有 行政院没有草案 立法院更不排审 这样的民进党 有决心来推动司法改革吗 没有 我也跟大家报告 要杜绝权贵司法 除了立法修法之外 更重要的是 政党更应该要跟黑金划清界限 不应该让黑金势力跨越红线 拿到不该有的权利 去影响党务的发展 去影响我们政治的操作 过去七年来我们看到民进党政府 不但不划清界限 不仅不提案不修法 我们还看到 黑金势力在政党的政治当中 更加的掌握了权力 一个占用国有地 把炉茶埋在农地底下的郭再青 竟然可以在民进党的中职委 竟可以变成台南的地下市长 控制了台南议长的会选案 更不用说另外一位皇城郭 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我必须要说 我们偷克国民党的黑金势力 同样的我们也不能容忍 有样选样清除于蓝 更胜于蓝的民进党 对不对 但是我更必须要负责任的指出来 白色的跟黑色的距离 并没有比蓝色绿色好到哪里去 我要说的是 就是正在竞选总统的柯文哲候选人 他跟在农地上违法堆置沙石 开采沙石 甚至占用国酒地的周冬景 站在一起 他和早年涉及资棒遷赌 倒采沙石 占用国有地干为贱的 延青彪家族站在一起 去年在苗栗的昆域的案件 好几次的深夜 好几次的清晨 好几百个黑衣人 在对居民殴打 在对居民欺负他们 我要跟大家说 延青彪家族 就是昆域掩埋草的股东 周冬景的道商好兄弟 就是这件案件 后面的木搜黑手 我们看到 这就是柯文哲 跟他们站在一起 柯文哲正在做的事情 我想请问大家 跟这些牛鬼蛇神 站在一起的 算是什么第三势力 所以我们应该要有立场 我们当然也必须要有立场 我们要明确的告诉他们 你跨越了这道红线 你不应该跟黑金势力 站在一起 不管这个人 是赖青的 或是侯友依 或者是柯文哲 都不应该跟黑金势力 站在一起 最后我要告诉大家 请把政党 请把政治人物 当成你们的工具 当成你们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当成你们追求公平正义 最好的工具 时代力量 从创党以来 一直把司法改革 和居住正义 扛在肩上 持续的推进 从来都不是说说而已 时代力量 一直以来 都会跟人民站在一起 也让我们一起 继续拼改革 大家说好不好 谢谢 谢谢大家